已经洗手洗到两个手背都非常非常的红 双手手背红肿甚至出现了伤口结痂 这全是因为洗手过度造成的 我平常就很爱洗手 然后加上这次我动不动就洗手喷酒精 所以让我的皮肤红肿痒痛 然后你会半夜骚痒 骚痒到你根本无法入睡 它本身有干燥症 因为干燥症让它的皮肤长时间都非常非常的干 在洗手洗到后来就可以看到到 它的手背两边全部都是洗到非常发红 甚至有一点脱皮 还有一点点流汤结痂的情形 这样子的情形大概多久了 皮肤科医师表示 病患本身如果有异味性皮肤炎或干燥症 甚至从事清洁餐厅美髮等相关行业 过度清洁或消毒双手 都会诱发手部湿疹 甚至更严重 它是变成一个慢性的湿疹 皮肤都变胎痫一样的变化 你一直都没有把你的皮肤顾好 我们的这个皮脂层 它的这个屏障消失的时候 甚至会有激发性的严重发炎 或者是有细菌性感染 造成蜂窝性组织炎的可能都有 医师强调民众这段防疫时期 虽然需要多洗手防护 但是手部保湿不可少 如果双手出现了红肿搔痒症状 也要赶紧就医 大爱新闻学员的林道明 高雄报道